大雨一直下 汽車雨刷洞格不停 卻還是一片霧蒙蒙 卡路颱風步步近逼北北基宣布放假 但鄰近的桃園卻是兩樣情 桃園市長張善政在臉書宣布桃園3號維持上班上課 也讓民眾相當不滿 提文超過2萬人暗怒 更有人在底下留言怒嗆 汽車上班穿雨衣差點被吹走 為什麼桃園要上班啊 清北不用上班 因為只有差那麼短的距離 一邊休息一邊不休息 一定會不公平 他們不是說就是要共同決策嗎 然後結果只有桃園沒有放 就會心裡會有一點不平衡這樣子 民眾好生氣 因為張市長原本表態跟北北基同進退 結果市民們大失所望 其中又以龜山淪為最悲情的地區 明明就在新北市旁邊 龜山跟新北的領口 中間只隔了一條中山高速公路 最後卻只有新北放颱風甲 其實按照勞基法規定民眾只要工作地 居住地或是上班必經途中經過的縣市已經宣布放颱風甲就可以不用上班 但這一次北北基淘放假政策 卻不同步讓民眾怒氣難平 三天新聞 張文杰 石民企黃正傑 桃園唱報道